同志文 《阿虎子人》 《阿虎子人》 他是一種圓滿宋宗 是千起 家人 家屬 跟往生大德 他們的愛的一個連線 天堂雅器 是間新型的紙紮義品店 這些紙紮義品 將存在著 對往生者的思念 陪伴他們到另一個世界 隨著時代的變遷 人們對於紙紮一品的需求也逐漸多元 因此有了新型的時尚紙紮 可以配合人們的需求 紙紮的文化呢 它是一種傳承 對自己一故親人的一種緬懷 那也是一種思念 那我記得我們在十多年前的時候 一次的家族聚會 我們就是有跟我們這些舅媽 聊到我們從事的是 從事廣告設計的行業 那台北第一館周邊全部都是冰藏行業 所以它也是在服務冰藏這一塊的東西 那它就跟我聊到說 冰藏的用品文化 那我們知道了 其實我們的冰藏用品 是可以把它文創化的 那在那同時那幾天 我跟朋友同學的聚會裡面 他們有想到他就是有一個想法 他父親已經過往了 可是他父親生前所喜歡的 一支勞力式手錶 在身後當然是沒有辦法燒掉 他就委託我幫他做 他說我們廣告設計 有沒有這個美工人員可以幫他做 因為他不想要再讓傳統的古紙店 幫他做這個紙杂用品 因為他會覺得可能會不夠漂亮 不夠訪證 不夠真實 所以他拜託了我看看能不能幫他找 那我心裡面內心頓時有個想法 我覺得這個是緣分到了 於是我就承接下來了 我覺得這個是時候了 我們應該要做一些這樣子的一個創新 文創商品 這也是一種傳承 也是一個我們自己非常想要去執行的一件事情 紙紮文化 是華人地區的傳統祈福 祭祀用品 帶著往生者生前所愛 或是對理想世界的想像 藉由焚燒後的煙直達天庭 表達對過往者慎中追遠的情懷 很多人我常問說 燒紙紮 那些往生大德 到底收得到還是收不到 但我覺得就是 如果你不燒 那它一定收不到 你燒了 那我們才能討論說 它收得到還是收不到 但我相信它是一定收得到我們的心意的 對 我們沙化紙紮的部分 我們有去查過很多的文獻資料 然後伊點書籍 我們查到的就是說 紙紮為什麼用紙做的呢 它的材質又是如何 那於是我們就說 那全部都為什麼要用紙做 我們這個問題我們想了很久 因為紙對我來講它是有潤度的 那其實在做仿真商品 其實有一點難度 那於是我們就說 它上面就清清楚楚地記載 紙 它燒化一把火燒下去 會藉由香煙娘娘 直接直達天廳 它上面是這樣寫的 所以 哇 想到這個情境 我們就覺得真的是一件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送給我們的自己的自親好友 或者是我們的自親親朋 我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去緬懷它 那燒化紙紮 我們甚至在伊點上面說 我們燒給往生大德 我們的老菩薩 他們有可能是一間房子 那我們甚至找到一間房子 它要請入宅 請入宅 它有這個地氣 然後上面就載明了往生大德 所屬的人的名字 然後還有誰燒給它的呢 它的孝券有誰 那這間房子 裡面有幾房幾廳 甚至於說 有男女僕 就這樣子 藉由師父 它的佛號 直接把它請入宅 直接畫掉 那我們現在最流行的 還有 3C商品 來 它就是iPhone iPhone禮盒 也是目前來講 它最熱門的 我們的禮盒的部分呢 就藉由這種 封條 上面載明的是誰 晚輩有誰 來燒畫給我們的往生大德 因為現在的現今的社會 我們也想到一件事情 應該很多的 告別式 離現場其實沒有人 幾乎很少人在收電影了 不如我們藉由這個 送個禮物 把它當成禮物送給往生大德 對它的心意 我覺得這也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相較於傳統紙紮 新型紙紮可以盡可能地去滿足客人的需求 去客製化商品 在充分和客人溝通後 設計師們在這有限的空間裡 以手打造連接家屬與過往者的橋樑 每次承接一個案件 我們都會聽到家屬的故事 還有溝通 我們甚至於每一個細節 我們都要了解得非常的清楚 那這前前後後到我們製作到完成 有可能甚至一個禮拜 甚至二十天 甚至三十天 我們每次接到的案子 不一定是我們熟悉的東西 像高爾夫球桿 在我還沒有接觸高爾夫球這個案子之前 我不知道它原來 高爾夫球桿它有分那麼多種尺寸 然後每種尺寸它都有它不一樣的功能 所以我們在做之前都要先搜尋資料 然後做足功課再開始製作 或是像汽車 每款汽車它都有不一樣的特色跟風格 所以我們要製作出它的特色 就算沒有logo 別人一眼也看得出來它是哪一款車子 然後家屬收到才會覺得很感動 因為那可能是他跟往生親友生前一起開的車一起出去玩 或是他往生大的他生前最寶貝的車子 對 每個作品都承載著不同的故事 在與客人溝通之中 看著家屬將思念與悲傷藉由回憶化作微笑 對他們而言是替客人完成夢想 而對家屬而言卻是放下執念 其實我們每一間房子都有它的故事 對我們沒有那麼厲害都可以研發到這麼的多 我們可以研發基本的形式 可是為什麼可以擴編到銀行天下 到雙銀會館到任何可以加大阪的 其實背後都有他們家人的故事 我們的紙紮很特別它是可以客製化的 像是如果喜歡Hello Kitty 我們可以在房子內的壁紙全部換成Hello Kitty 讓整間房子的室內看起來就是有粉紅色的溫馨感 那令我比較深刻的是我們接到一個家屬的電話 他說王生大的生前非常喜歡犀牛 所以他就是希望他可以到天堂 可以繼續跟他喜歡的動物在一起 所以他希望我們可以在他的房屋的庭院 打造一個小牧場 然後裡面放了八隻犀牛 那雖然看起來會有點擁擠 但是我們還是全力以赴 依照王生大的他的喜好 然後一起協助他完成沒辦法完成的夢想 然後我覺得家屬我遇到很多案例就是家屬來到這邊 我很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聽家屬來看到我們的商品我們的紙紮屋 他會一直想說這是阿公生前所喜歡的泡茶菌 你幫我放在屋子的前面 那他喜歡的收音機請你幫我放在他的客廳的桌上 他喜歡看到的是財經報道那些股票的訊息請你幫我做上去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讓我感受到他真的對他自己的親人非常非常的了解 其實縱然有很多很多的不捨 我們聽起來我們就覺得說 在這時候我們聽來他就往生大德跟這些家屬他們曾經的故事 他令人很動容 然後其實聖宗追遠他是一個儒道的殯葬的文化 那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環 我希望他這一環呢能夠牽得更緊密 讓每一個案件然後都能夠尊重到我們的往生大德 那把這種這種的一個美的一個紙紮文化 推廣到世界各地 讓生者而無一心 讓莫者被感尊榮 每個紙紮一品都存在著家屬的思念與不捨 在這的每個人盡心且盡力地聆聽 完成他們的願望 一來一往中 他們得到的不只是一句感謝 而是看見家屬放下不捨後 而露出的那麼微笑 mathematician 功夫 NIH 曾經 哪 간 日本 朋友 包括 萬 感谢观看